再来的这部型的冬三月 希望比赛中球员不要睡 跟这个天气 切合一下 晴空万里 威风徐徐 你们也要表现得 阳光一点 稀奇一点 这个天气对比赛是很有 密的 但是比赛可不能威风徐徐 不能波澜不惊 好好踢 这是个专业的足球场 有一种高拉上的赶脚 好的 现在我们来 共同关注这场对决 沙特阿拉伯对阵日本 起球 河南的球 酒井 漂亮的直飞球 球在大破永远脚下 门将拿球 这是个明显的犯规 扔一球 酒井 开启月 他们七角棒 大破永远 门将的表现相当深有 大破永远 不得不承认刚才的哭秀 非常精彩 客观地说呀 这次哭秀 确实值得加强 酒井 积极天蚁蚁 柴启月 谈我又多 日本 获得一个任意球 裁判 财队手下留情 没有掏牌 只是给予了严厉的警告 我用不承认 他真的有点差异的 你不要让他跟我想起来 我去年纪的达 是什么 我相信是什么 我叫你 有点荒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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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我没有想起来 我还能做一个 有点荒衣的 精湛的控球技术 调整 打门 这下上门距离球门啊 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虽然结果不理想 但是尝试本身并没有错 远射还是值得一试的 这下是上盘比赛最后的剧情了 由于没能破门 相信双方的教练 是有很多内容需要总结的 虽然没出现进球 但是比赛的过程啊 不成本 关于上半场的比赛 你怎么看 教练应该欢迎两名 有创造性的球员 他们现在需要更多的 往前方请求 场面毫无进展 比分仍然是0.0 双方的向上比赛刚刚开始 前45分钟的散放 比我们像我们所以期的那样 虽然双方很努力 但是临门一脚 总是差那么一点 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改变比赛的态势 在左路一路突进 漂亮的断球 直接长传 很好 这是他熟悉的位置 现在球分到左路 好 身体把球抢了回来 没人能猜走他的意图 好像犯规了 是的 裁判判了 要给牌了 这个现象喜闻恶见 球员们还在表达着自己的看法 不过裁判明显并不想听 他挥手示意 你们走开 飞针跃起 关键时刻胜利 精彩出救 他成功地将球破坏 有点阳 就会见到什么 我说是 没人能了 有点阳 不过 你不过 我说的 你不过 我说的 连球 有点阳 是的 他犯规了 好球 转身向后传球 沙塔拉伯实在耗不起了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漂亮的传终 纵身跃起 车弹得出来 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了 不过可能还要打破 将军的最后希望 这是全场比赛的 最后一个动作 这场比赛 双方的进攻球员的心情 一定是惨淡的 防线固